目前,世界上有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德 五个国家正在自行或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机项目 除此之外,就连印度和韩国等国家都想搞出属于本国的第六代战斗机 俄罗斯技术集团宣布第五代轻型战斗机的介绍引发了对下一代 第六代飞机应该是什么样的猜测 几乎所有接受媒体的专家都认为 新一代飞机实际上将是一个飞行机器人 甚至会飞行员的职业 由于目前无人机发展进步神速 有很多公众关心 第六代战机会是无人驾驶的战机吗 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 这让六代机的研发路线产生了严重的撕裂 这是一个巨大的岔路口 走左边还是走右边意义重大 鉴于世界上所有六代机都基本出一理论阶段 还没有任何国家拿出具体的工程内容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第六代战斗机将有驾驶员 但同时是一种高度智能的有人战斗机 能够与无人战斗机配合作战 六代机将是一个有人与无人共存的状态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弗介石说 这种飞机的飞行员实际上将操控自动化系统的工作 自动化系统实现 现在正在为飞行员提供支持 让他能够更快地对战场情况做出反应 而在第六代飞机上 飞行员在未知情况下支持自主系统 下一代战斗机的特点就是大型人工智能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取代驾驶功能 以及瞄准和交战系统 阿尔巴托弗院士补充 它应该是一种能对所有新出现的威胁做出及时反应 并向飞行员提供所有可能目标的信息的作战机器 飞行员的功能将发生很大变化 飞行员依然存在 然而只有在飞行员允许的情况下 飞机才会以自动化方式运行 但在很大程度上 王牌飞行员所展示的能力 都将由自动化信息和控制系统来完成 从现在对外公开的第六代战斗机的信息看 第六代战斗机将是一种高度智能的有人战斗机 能够通过网络节点控制 同时能够与无人机配合作战 或指挥其他无人飞行器组成未来作战系统 也就是俗称的云作战 中国歼20总设计师杨伟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称中国正在展开六代机的研制工作 并评论称 中国六代机可能是科幻电影最大胆的想象 没有描述过的外形 六代机是一个系统工程 基本特征是超过五代机隐身能力 和超音速巡航能力 配备主动型防御系统 集成有源相控制内达 有高感知能力 机载电脑和传感器 可以连接卫星和大量辽机 可以和地面系统协同作战 具备控制多架无人机的空中小型指挥能力 六代机具体能达到什么样的战斗力 还需要时间验证 第六代飞机将不会完全是无人驾驶的 因为飞行员需要做出 关于打击目标和改变路线的决定 无人机存在一些天生的弱点 更糟糕的是 与地面的通信会被中断 无人机是由地面控制的 有时候在几千公里以外 通过卫星数据链来控制 这都造成了整个系统的脆弱性 与地面的通信在战时有可能中断 因此不管自动系统有多好 都不能取代战斗机或轰炸机驾驶舱里的飞行员 尤其是飞行员在战场评估和判断整个局势的时候 任何人工智能做的事情都是有限的 因为它不可能对战斗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概率和意外情况进行编程 而第六代飞机的人工智能系统 只需要一个飞行员来控制自动工作就可以了 另外 只有那些在敌人防空区作战的飞机 才需要更大的航程和雷达隐身性 航程由飞机的等级及作战任务决定 战术战斗机不需要超过八千公里的大射程 而轰炸机则需要这个范围 突破敌方防御系统的战机需要隐身 而在远距离作战和打击目标的战机则不需要 无论是打击空中陆地或海上的目标 这些战机不需要高度隐身 因为战机不会进入防空区 也存在另一种战机无人化的声音 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主任 军事专家科罗勤科则认为 第六代飞机将不需要飞行员 这架飞机将完全无人驾驶 可能会提供一个驾驶舱 但原则上 它将是一个完全无人驾驶的本本 实际上 这是一种完全离线执行作战任务的模式 人工智能的作用将是规划路线 完成战斗任务 并安然无恙地返回基地 据他介绍 未来的飞机将成为 一种无需飞行员参与 即可执行全球任务的多功能飞机 人工智能将根据外部的传感器 和其他目标指定系统 收到的信息 做出发射导弹使用武器 飞越防空区的决定 因此 与指挥所和作战控制点的通信 将通过卫星链路进行 能够在同一类型的飞机 以及伴随此类战斗机的无人机之间 交换信息 同时 科罗琴科相信 具有这种作战能力的战斗机 将非常昂贵 因此第六代战斗机的 预期寿命要比较长 将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 执行战斗功能至少30年 他补充说 新的作战能力将导致 空军结构的变化 很明显 技术工程领域的作用也将增加 编程装备 弹药装载 配置 而飞行员的作用将减少 在第六代战斗机 以无人机联合军作战领域 中国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例如前几年的历舰 对地攻击型 无人作战飞机平台试验机 由于无人机的智能化水平 还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达到 四主作战的程度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有人驾驶战斗机 和无人机在空中作战中的关系 将是控制与被控制 以及功能互相补充的关系 很多军事专家都认为 第六代战机和第五代战机 在很多特征上能保持相似 但第六代战斗机 会有明显超过五代机的 隐身能力和超音速巡航能力 配备有高度感知能力的 各类先进传感器 能够控制多架无人机 具备空中指挥能力 就像歼20 杨伟总是说的 第六代战机将是一个 有人与无人共存的状态 近日 中国公布了 有关超高音速风动的最新突破 其瞬间功率可达到 两万两千兆瓦 相当于三峡大坝的输出功率 在航空技术研发当中 风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中国在高超音速风动 这一领域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 瞬间功率堪比三峡大坝 在这样的力气支持之下 中国六代战机呼之欲处 此次亮相的超高音速风动 名为JF22风动 可以模拟高速飞行在 30倍音速 也就是每秒10千米的速度下飞行的状态 实际上 这个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飞机能够达到的速度 不仅可以模拟高超音速乘波体的飞行速度 还可以用于模拟弹道导弹 在若大气层时的飞行 而这些武器 全都涉及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其意义之重大 无论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相比传统风动 采用的机械涡轮压缩机驱动 JF22风动 采用了独创型的正向爆空驱动 依靠爆炸产生的暴风 而被涡轮吹出的风力 驱动风动运转 风动的运转要求 风力的输出平稳 而爆炸时的风力输出 则在短时间内波动极大 想要采用正向爆空驱动 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所向这个问题 并没有难倒中国的专家团队 中国也因此拥有了 全球最尖端的高超音速风动 得益于JF22高超音速风动的存在 中国成功获得了 在航空科技搬到超车的大好机会 由于别国根本没有类似的 高超音速风动 也无法突破现有技术带来的瓶颈 探索更加强有力的航空技术 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 全世界首个 列装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 相信未来 还将出现更多 领先世界的武器装备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没有具体的概念 但是主要的世界大国 都已经开始讨论 六代机的研发 纵观世界航空式 战斗机的进步 永远都是围绕 更高更快 是一条主线进行的 六代机相比五代机 肯定在最大速度和飞行高度上 都会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而高超音速风动 恰恰能成为 研发六代机最新式的技术基础 中国在这一领域 其实已经具备了 非常大的强跑优势 目前 仅有英国一国提出了 研发六代机的计划 但是以英国目前的技术实力 已经根本不具备 独立开发一款先进战斗机的能力 以目前英国大量 向美国进口F35现状来看 英国的六代机计划 可能纯粹只是一个噱头 相比之下 中国已经拥有了 实用的高超音速风动 完全可以在六代机 竞赛当中战得心机 引领新一轮的军事革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划》